我是那個早上因為睡過頭遲到所以沒有報告的動線法 然後我叫一提服務 現在每個禮拜二會去縣東門辦公室跟他們co-work 然後我目前做的就是他們本來現在在辦草根論壇 然後原本會議紀錄是這樣 那這樣就是將來在做他們要做跨場次 然後同樣主題的整理的時候會有點問題 所以目前是有把他們的會議紀錄改成這樣 就是說前面是測試資料 就是說把每一個entry分開 然後他可以下標籤之後就可以找出相關的主題這樣 然後這個sample的資料目前還是首科的 那之後我會請他們用 就是我做一個google spreadsheet的format 然後就是像就請他們主辦人就是把 把那個像是什麼參與者的 誒誒誒誒 誒不見了 對這個 就把一些setting寫在這邊 然後之後做紀錄的時候 這邊可能就是有validation 讓他們可以讓他讓他現場紀錄可以比較快速就是用選的這樣 然後有人打組織 那之後就是我要把這個google spreadsheet接API 然後讓他變成可以變成像這樣子的頁面這樣 好的之後要做事 但是呢 我一直沒有做件事就是因為 就是他們接下來要辦那個 以限改為主題的草根論壇 因為如果說2016年1月要公投修憲的話 那其實那個公投案半年前就要公告嘛 也就是說7月的時候就必須定案 那所以在更之前就必須要進入討論的階段 所以就是 就是所以他們辦限改主題的草根論壇的時間 其實就是有點感恨就這兩個月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 就我要去幫他們做那個圖解 因為公民論壇之前都要有一些導讀跟議題手冊 要不然就是那個憲法的知識其實非常的虛無飄渺 這樣我自己也不是很懂 那一般人要去討論可能會有困難 所以我最近就是在study一些憲法跟政治學的東西 然後去聽講座這樣 那圖解的部分呢 就是目前還沒有具體的進度 都是還在找資料 但是要感謝淵智告訴我那個幾本好書 我等一下晚點會去買來看 好的這就是目前的進度 蛤?漫畫 自受搬回家 但是那個啊 那個政治最前線跟導根論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只有日本的 但是我可能會需要知道那種 可以去那個李山咖啡界 李山咖啡 就宏偉的那個嗎 對李山咖啡有一個套 是喔他有那個黑物質的這兩本嗎 應該是沒有好像 對啊我可能 我可能要看完整 要不然我每次聽那些憲法老師們 在講一些雲啊霧啊的東西都有點困難 對 我會先把雲啊霧啊先記錄一下 對有啊我就是 我就是會打竹子稿這樣這樣 來處理一下雨神的問題 對 對 好那 就是這樣子 好那就是這樣子